他居然还有日语语音包啊 而且还这么的好听 除此之外 还有我们第五人格连端的语女爸爸 诶不是 我日语呢 我话呢 语女你搁这国际服演我呢 正如我刚刚所说 因为是国际服的原因 除了中文以外 也就剩下的日语和英语 所以大部分的日语语音包 也就并没有那么完善 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东东阳居然还上线了国际服 那这就不得不让我去 欣赏下他的日语语音包了 哦 不愧是蛋仔的顶流第一腿磨 你这是要小日子过得挺好的 也对你干拜下风啊 受不了再来替你蜂蜜小羊的 可以听得出来 声音声线都是同一个人配的 但感觉还是有区别的 等 等会儿 这是鸭鸭的哦 好嘛 踩水化的那两下子 你是真的踩中了我的小心脏了呀 这也太可爱了 不仅如此 还有蛋仔SE赛季上线的法拉第 小鹦鹉BB 听完之后呢 个人感觉良好 直到我听到了极客的声音 呃 只能说声音和体型不符 谁让咱蛋仔 他就是一个圆鬼鬼的蛋呢 既然听了这么多的皮肤 接下来也被受点硬祸了 干了 怎么能够忘掉我们的天穷骑士呢 不是哥们儿 你俩怕不是加免骑士专属配音员吧 简直是梦回答的 这又是鱼音员吧 狗爷 你是踩中二次元的呀 有道理 看到我们是鱼音员 你俩怕了 Caroline